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的销量亦超过6500万册 这本书讲述了故事的主人翁 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 前往金字塔寻找宝藏的历程 过程中主人翁遇到了不同的人和思 经历了很多波折 原来宝藏就是自己熟悉的地方 最后主人翁明白到 金人财宝只是物质上面的宝藏 而在这一趟历程里面的所见所闻 才是真正的财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梦想就要勇敢去尝试 不要害怕失败 因为当我们一步一步 向着梦想进发的时候 磨练的过程和累积的经验 才是最宝贵的 会令我们来梦想越来越近 自有坚定自己的信念 无所畏计地迎难而上 我们的生命才会更加出色和精彩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推介的这本书 4月23日 世界阅读日 自发自主 一人阅读 不限形式 读出精彩 有写准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